今天分享兩個個案 是關於在管井裡面換生鐵喉 其中一個就是生鐵雨水喉 中間的節駁位游滲流 上面是雨水痘 不會拆的,因為一拆就會影響到上面的防水 就會在這一層上下剪掉 然後換中間這一節 這條生鐵喉下面的位置 以前都被人剪掉 那些位置出來,被人拼搏 CDP 即是 冷氣的去水 因為冷氣去水是屬於清水 上面的雨水痘就要等這個 做大防水的時候才會順便換上它 這些生鐵喉都安裝了在這裏 差不多20年了 這個案件還可以換到 我看過有些生鐵喉 藏在柱裡 藏在結構裡面 現在就拆了出來 順便換上一隻新的喉碼 給它 拆了出來,這樣會換上什麼的喉 可以換這個UPVC 膠喉 或者這個紅筒的 兩個都是可以用這個 紅筒不手鋼 固住它 在底部的位置就用紅筒固住 砂鐵和紅筒 上面都是一樣的 如果紅筒有用戒機戒過的話 就要有 紅筒有給它 用膠控不是說不行的 不過 在室內的口最好都是用鐵的口 因為是防火的問題 紅筒喉駁生鐵喉要留意的就是 如果本身生鐵喉是薄料來的 譬如是416 那就有機會薄到都會漏水 因為紅筒的外徑 是厚過生鐵的外徑有機會 第一個個案件就是批得裡面 避免生鐵喉流水 這樣就割了中間那一段 就用紅筒換了它 要留意的是 量度一量生鐵喉的外徑 等不等於這個紅筒的外徑 另外就是用這個 紅筒接駁 第二個個案件就是 三層的樓 管井裡面有條雨水喉 都是流水的 有膠喉 又有生鐵 兩種的喉都會在管井裡面 真是奇奇怪怪 因為每層樓 都是那些 大媽沙坐的 所以要分開三天換 每一天換一層 那這層就是上下 割了一條膠喉 然後就套一條紅筒進去 然後第二天就在上面打了地台 再駁回一條紅筒進去 一樣啦 都是換一些 新的喉碼給它 304 不受講 這條是膠喉來的嘛 上下割了它 把新的喉碼放進去 量度一下膠喉的外徑 看到它的外徑是 160mm的 紅筒的也是160mm 所以是匹配的 也是用不受講的紅筒困困困住它 這個是第1層 完成了 安裝的 跟著上面那層就不同一點的 就容易一點 空間就多一點位 如果過地台 那個位置 要有套通啦 跟著 吐通裡面要有防火棉 鑊護 頂上要接浸防火膠 防火膠是CP606 這個上面也一樣 最上一層是天台 那就不會換了雨水豆 因為會影響防水 第二個個案就是有三層樓 裡面有一條150mm的雨水喉 有滲漏 一樣都是用紅筒換了滲漏的膠喉 生鐵喉 留意的就是鐵喉的地台 防火層就要有 Walkwood 和CP606 防火膠 如果你要薄膠喉 就要安裝這個Fightcaller